王林这次是真发财了 王林本以为自己想要在仙纲大陆获得好处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寻找贪狼 只要遇到贪狼 自己的法宝就会大幅度增加 但是王林没想到的是 绿魔舟的祭祀居然将整个族群 无数万年来的准备都用在自己身上 导致王林在很短的时间里 凝聚出四道本源真身 更是获得了第九道本源 整体实力直显飙升 而绿魔舟的大祭祀 也因为这那么多年的辛苦付出付诸东流 一气之下给直接气死了 我恨啊 这是绿袍老者 在死前吼出了其一声最后一句话语 以他的眼力自然看出了这一切的究竟 更是看到王林竟然用自己给予的 镇压目光以及阴刀来斩立某些 这一幕足以让本就受缘不多的他 怒及攻心化作一口鲜血 喷出其绝而亡 他给了王林竟然不断的肉身 给了王林镇压天地的目光 给了王林先祖发丝形成的经脉 给了王林一把万古阴刀 更是给了王林大帝本源 帮助王林凝聚出了两句真身 这一切都是他给的 怒睁着双眼 这绿袍老者 双目透出无尽的恨 恨以滔天一般 即便是他此刻已然弃绝 但这股恨依旧弥漫在全身 似要化作厉鬼一般 王林无暇去理会这弃绝的绿袍老者 而是身子跃起中 手掌骨刀抬起默然一斩 其身后四大本源真身 同时唤出阴刀 胡笑紧随王林 向着发出凄理尖叫 疯狂逃顿的绿某歇魂 狠狠地一刀斩去 但此刻随着老者弃绝而亡 这股恨无法宣泄 更是在危机中 波能宣泄 化作一股愤怒 直绿某歇急所而逃 远远一看 这一幕颇为惊人 却见绿某歐的崩溃还在继续 刀剑的碎片化作风暴 向着四周横扫 绿某歇魂升空 尖叫急所逃走 其身后 王林一头白发飘舞 双目蕴含了天地威严 脉部中阴刀已然抬起 一众似回天灭地的气势 与身后的四大真身 齐齐一掌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这四周有波闻回荡 有三道长虹呼啸而来 但却在显露出身子的遗伤 这三人 身体齐齐一产 已无法置信的目光 看着这一幕 这来临的三人 正是天牛舟除了王林外 其余的天牛魂海拥有者 云一峰 唐江 还有边云老者 他三人 不知为何再阔别了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来到了这绿魔蝎庙 一路艰辛不说 在进入蝎子庙宇后 却是一路平坦 几乎没有遇到丝毫的阻拦 就来到了蝎子庙宇的最深处 可等待着他们的 却是这一场震动灵魂的一刀 王林 他竟然在这里 云一峰与唐家 军斗一愣 他不是死了吗 便于双眼瞳孔收缩 露出震撼 却见一刀扫过 刀光一闪 蝎环的尖角 立刻达到了至极 齐魂剧烈的颤抖中 想要反抗 但他要面对的 不是王林这一刀 而是连同其身后本人真身 一共五刀惊天 第一刀呼啸 蝎魂全身扭曲 正要闪躲中 第二刀呼啸而来 第三刀从天而降 蝎魂无法闪躲 猛的转身 喷出大量的利物的杀 第四刀 第五刀 斩天而来 红龙巨像在这一瞬间惊天动地 却见蝎魂七里之声中 赫然被五刀斩断 分成了六部分 下方的四部分 被王林猛的一吞之下 化作丝丝魂气 直奔王林七脚 使得王林四周一时之间 云雾缭乱 仿恶仙人一般 余下的两部分 则是随着远去的惨叫 急速逃遁 消失在了这蝎子建筑内 不知去向 四周渐渐安静下来 没有云翼风三人的呼吸 在这寂静的蝎妙深处 格外的清晰 王林站在半空 很快身体外的魂雾之气 就急速收缩 最终化作七条手臂粗细的魂气 钻入王林的七窍之内不见 他神色平静 右手还持着银刀 身后还站着四个冷漠的本源真身 目光在来临的 袁一风三人身上扫过 离开 他话语不多 只有这一句 但在说出此话的同时 却是从他的身体内 爆发出了一股惊天的气势 尤其是他的目光 在一扫间 落在袁一风的身上 立刻让袁一风心神一枕 好似全身被王林看透一般 在没有丝毫的隐秘 更是有种如同被天地镇压的错觉 好在这种感觉 刚一出现就立刻消失 否则的话 时间一场恐怕 他连话语都颤抖中无法说出 同样的感觉 也弥漫在了唐家的心中 他面色苍白 呆呆地望着王林 怎么也不敢相信 后别一百多年 王林的目光竟然如此恐怖 目光 透出一股锋利四丝天地之力 可化作镇压 使得一切被其目光扫过者 轰然崩溃 与他二人相比 边云的感受更为强烈 此人与王林交战过 对于这边云 王林丝毫没有客气 在他身上这一扫之下 边云身子漠然遗产 心神内如同雷霆轰鸣 使得其身下意识的 灯灯灯退后三步 面色直接煞白 额头米出汗水 耳边轰鸣不断 他有种刺被这天地抛弃 只剩下了自己 被苍穹镇压的强烈感觉 甚至他还隐隐感受到 这镇压自己的苍穹 就是对方的目光所化 在对方的目光里 仿佛有一把剑 此剑如今还未完全出现 可一旦完全出现 自己将会被对方的这目光 生生的撕碎 四分五裂 这感觉强烈的 让他几乎要发狂 就在他隐隐无法承受的杀 王林的一距离开 如同天地法则 让这边云不顾一切 疯狂的退后 直至退出了数千丈外 这才缓和过来 但其全身 已然被汗水打湿 贴在身上 化作一片寒意 一同倒退离开的 还有袁一锋与唐家 他二人只是心神震动 没有被王林以目光镇压 此刻尽管退后 但却没有如边云般狼狈 只不过袁一锋的内心极为苦涩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再一次看到王林 竟然是在这里 是这样的一幕 他三人沉默中 缓缓后退 但却没有离开这些庙 而是在距离王林很远的地方 三人停了下来 他们还有任务没有完成 这些庙还没有完全毁灭 只是王林的存在 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唐家看着远处 双眸内至今还有无法置信之色 沉默在里 心神很是混乱 他三人暂且不说 王林站在半空 目光最终落在了 弃绝身亡的绿袍老者身上 看着这个绿袍老者 王林神色平静 此人对他的帮助很大 只不过其一切用意 都是为了掀自己为绝地 这样的人 即便是对王林有再大的造化 王林也不会有半点感激 正要收回目光 王林忽然轻易一声 再一次仔细看去 在他的目光下 渐渐地看到了绿袍老者的尸体上 有一丝丝的黑气散发出来 凝聚在其头顶 慢慢化作了一片巴掌大小的黑雾 这雾气中存在了滔天的恨意 更蕴含了自己的冰寒 使得四周一下子就阴冷起来 王林内心一动 神石散开 向着黑云笼罩 在刚刚碰出这片黑雾的沙 他的心神内突然有一个 沙哑争鸣的疯狂嘶吼 骤然回旋 我恨啊 我恨啊 声音支气力 即便是王林也是心神遗产 双目突然爆出金光 鬼魂 此人死后 竟然出现了如此强大的鬼魂 这鬼魂的品质 甚至比王林在极天草原 所杀空姐修饰后 获得的鬼魂 还要强大无数倍布置 为上品巅峰 无限的接近绝品之魂 目光闪烁 王林不假思索 右手大袖一甩 立刻这绿袍老者的鬼魂 就化作一片雾团 直奔王林 被王林收走 有此魂 再加上之前王林于极天草原 获得的鬼魂 他有信心 可以制作出一杆 近似绝品的鬼翻出来 这样的鬼翻 配合王林手中的大魂门 护山大阵覆集 将可以发挥出 接近绝品的幻术 这绿袍老者 不但给了王林多种造化 最后更是连自尔格 都给了王林 收走鬼魂 王林神色有些古怪 对于绿袍老者 隐隐有了复杂 看着对方隐藏在绿袍下的尸体 长叹一声 大笑一甩间 这老者的尸体 立刻烟消云散 化作一片飞灰消失 只留下了地面上的绿袍 在那里一动不动 抓起这绿袍 王林神色在其内扫过 此物很是奇异 神色竟然无法穿透 更看不到其内部 略以沉吟 王林把这老者 锁上唯一之物 这件绿袍 也都收了下来 如此一来 这绿袍老者 可谓是彻彻底底 全部都奉献给了王林 王林目光闪烁 他如今体内修为 隐隐有了攀升的迹象 他深吸口气 双眼露出一丝兴奋与激动 这一次修为的造化 且看看我最终能提高到什么程度 我之前的修为还是太弱 希望这一次 可以站在这仙刚大陆的高处 还有道魔宗 我曾发誓的誓言 在这一百多年中 永不忘 王林神色透出一股杀机 他闭上眼睛 就可以看到一个个熟悉的人头飞 落在自己的四周 每一个人头 都是吉天草原上 他曾见过之人 盘膝坐在里 王林四周 四大本源真身平静地守护 有着四大真身在 王林可以静下心来 在这寂静的些庙内 去使得体内修为 宝增 他之前修为 便已然达到了空灵巅峰 八道本源大成 其中一道本源还成为了真身 如今 如同翻天覆地一般 王林体内不但多出了 三具本源真身 更是获得了第九道本源 这第九道本源 极为重要 是王林修为提升的最关键之处 他拥有了九道本源 生死 因果 真假 禁止 杀戮 雷 火 水 土 冲击空血 王林双眼露出金光 他盘膝中深吸口气 从四周的四大真身体内 各自散出本源之际 融入王林身体中 体内九道本源急速旋转 其转动越来越快 向着空旋境界 冲击而去 空灵与空旋 一字之差 但相互之间确实区别极大 空旋修饰 明无天地道理 更是必须要拥有 至少一样虚本源方可达到 一旦修为达到了空旋 就等于踏入到了强者之列 即便是在仙刚大陆上 除却九宗十三文来说 空旋修饰也有足够的实力 且最重要的是 一旦修为到了空旋境界 就可以成为施展一些 玄妙的神通之术 虽说对亡灵用处不大 但成为孔旋 却是可以使得他的修为 向前迈出一大步 体内九道本源轰然运转 不断地转动之下 亡灵盘系的身体 爆发出的空灵巅峰气息 骤然暴增起来 这种增加的速度 极为恐怕 转眼之下 就在亡灵的上方 出现了天地虚幻之翼 是一片缭绕的云雾 这云雾漩涡急速转动 似于亡灵体内 九道本源 保持一样的速度 在这疯狂的转动下 亡灵的元神 好似蜕变一般 散发出了刺目之芒 这光芒尽管是在亡灵的身体内闪烁 可却透出了皮肤 表露在外 如今的亡灵 仿若通体透明一样 看起来充满了一股 说不出的威严 在这一伤 他的修为 在体内轰鸣传出间 赫然从空灵巅峰 直接冲破 攀升到了空旋初期 在进入空旋初期的沙 这世界在亡灵的感受中 立刻有了改变 很多以前他模糊的地方 在这一瞬 立刻清晰起来 他睁开双眼 看着四周 目内露出睿智之芒 空旋对我来说 只是一个过渡 我的目标是踏入空节 亡灵难难 如他所说 空旋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他此刻获得的造化 尤其是体内积累的 绿魔龙内多年的天地之力 这股力量 一旦被元神吸收 可以让他修为再次暴增起来 最重要的是 亡灵拥有九道本源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九道本源归一 若他最终能做到这一点 就可以去面对九次玄解 一旦玄解度过 亡灵将成为空姐大尊 他双眼露出果断之色 这种修为的造化 他已经等了很久 绝不会放过 此刻亡灵不假思索 深吸口气中 立刻双手掐绝 向前默然一致 九大本源归一致术 在他一致之间 却见四周的火焰本源真身 大地土本源真身 还有水本源真身 这三本源起起一阵 各自从真身天灵 散出大量的本源气息 这三道本源气息 在亡灵面前缭绕旋转 远远一看 旋转内火焰弥漫 大地土盲闪烁 更有一片水气波纹回到 这三种是属于五行本源 一旦这三种本源归一 将成为我达到空旋中期的气机 尤其是它们均都达到了 本源真身的程度 归一之后 这真身的威力将会更大 亡灵没露起一只芒 双手掐绝中 身前三道本源气息再次旋转起来 火焰弥漫 水气总横 大地颤抖 这三种五行本源 在这不断的旋转中 彼此轰然碰撞在一起 这碰撞之下 天地轰鸣 三道本源没有融合 而是骤然散开 亡灵目光一闪 咬破舌尖喷出一口鲜血 以其鲜血作为占领之物 再次操控这三道本源 进行归一融合 谁火本是香客之源 但我以土本源作为媒介 土可以淹没水 同样土也可以淹没火 再加上我一口精纯的原神之血 其内蕴含了我亡灵的意志 我就不信 这五行三本源不容 亡灵低吼中 双手急速掐绝 连续向前拍出 其身前三道本源漩涡 发出轰轰巨响 其内出现了一幕幕虚幻之眼 话影内是 而是滔天洪水 时而是焚烧火海 但无论是水火 都会在彼此交替间 被一片卷动天地的沙土弥漫 渐渐在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三道本源漩涡内 话影闪烁越来越快 数月之后 亡灵累积喷出了七口鲜血中 却见这三道本源漩涡 骤然有了凝聚的迹象 在凝聚中 亡灵打起精神 操控这三道本源 数百上千次的碰撞着 又过了七天 一生惊天动地的轰隆巨象下 三道本源骤然融合起来 其上虚幻画影交替闪烁中 隐隐可见沙土 洪水 火海似重叠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张完整的画木 画木内 大地在中间 上位焚天火海 下位怒吼洪水 以大地为中心 鼻子彻底完整的瞬间 亡灵身前这三道本源真身 赫然身子一铲钟 鼻子在本源气息 首先融合后 这让凝聚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身体 这是三道本源真身的凝聚 这重新出现的真身 蕴含了雷 火 涂三道本源 在这具新的本源真身 已然类似于独立一般 已经不称之为真身 更类似于一具天地五行分身 这三本源融合而出的身体 出现了沙 亡灵体内的原神 忽然运转起来 疯狂地吸收 其体内累积的天地之力 在他的身体上 本已经是空旋初期的 修为气息 漠然暴增 向着空旋中期 疯狂地攀升而去 这一过程持续了一个月后 亡灵的口中 发出了一声长啸 在这长啸间 他的修为 不是空旋初期 而是达到了空旋中期 国往近来 从没有人能如他一样 在短短数月的时间 从空旋初期达到中期 这一点若是传了出去 亡灵必定万中瞩目 但这一切 对他来说 只是开始 远远没有结束 杀戮本源 禁止本源 都是特殊本源的一种 这特殊本源很难彼此融合 但我以雷霆本源为影 以雷化作丝线 将这两个特殊本源 暂时融合后 就可让我的修为 再次攀升 达到空旋后期 尤其是雷霆本源 已经有了真身 其强大的程度 超过了这两个特殊本源 如此一来 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亡灵难难中 其目光一闪间 却见其双目内的瞳孔上 无数血色细丝 骤然闪烁倒影而出 化作了禁止本源 凝聚在身前的同时 在他的身体内 爆发出了一股滔天沙漠 使得四周寒气逼人中 沙漠本源 呼啸而起 这两种特殊本源 在他身前旋转间 往右手抬起 一直旁边盘息而坐的 雷霆真身 这真身默然睁开双眼 梦内闪电弥漫 起身一晃间 立刻从真身的状态 化作了一道细长的闪电 直奔杀戮与禁止本源而去 在这两个本源间交错不断 如同细思一般 将这两个特殊本源连接 展开了极锁的凝聚 这种凝聚 比这五行本源更为艰难 一个月后 在王林尝试了数次中 一直无法成功 杀戮本源极为霸道 禁止本源更是与雷霆相可一样 彼此根本就很难融合 王林双眼弥漫血丝 他盯着身前这三个本源 皱起了眉头 本源的融合 若是找到了契机 很快就可以完成 可一旦契机不对 则哪怕常识再多 也依然如久 可惜我只有两道特殊本源 若是能再有一道 或许会更容易一些 但眼下我无法再等下去 既然这特殊本源无法融合 那么就换一个方法 给我全部凝聚在雷本源真身上 王林眼中露出金光 改变了方法 不再以雷霆本源为辅助 而是以它为主体 去吸收融合两道特殊本源 在王林双手掐绝中 他一连喷出漱口原神惊血 笼罩雷霆本源真身上 这真身吸收了 蕴含了王林意志的鲜血 立刻全身雷霆轰鸣而起 伸开双手 化作两道闪电 直奔杀戮本源 与禁止本源而去 以雷伸容杀戮 以雷伸容禁止 一旦成功 这具雷本源真身 将会突飞猛进 蕴含了三道本源 甚至就连雷霆也会因此改变 只不过这样的事情 古往近来极为罕见 王林不知会发生什么 不知道雷霆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但如今它必须要这么做 时间一晃 又是数月 在这数月后的这一天 王林身前的雷霆本源真身 爆发出了一股惊天之危 它成功地融合了杀戮 融合了禁止在自己的身体中 真正轰隆巨像下 这雷霆真身 发生了让王林为之一愣得惊人变化 雷 天地至极之危 没有之一 而是唯一 雷为天威 浩瀚九天之上 偶尔落于凡尘 也要传出惊天动地的轰鸣 轰隆巨像 如同天怒一般 王林的雷本源 起源于半条泰国雷龙 半条泰国雷龙 为天地行使雷霆之权利 是天地雷霆于世间的化身 以这半条泰国雷龙为根本 王林拥有了本人的萌芽 此后一路 在吸收了闪雷族的薄灭雷霆后 其本源攀升到了距离 巅峰大城 只有一步之遥 这一步 不好迈过 但王林另辟心境 自身凝聚伴随之雷 更是以雷蛙之魂 以自身寂静之雷 全部凝聚在一起 使得其雷霆本源 在一刻 无限的接近于大城 此后在这仙刚大陆上 在一百多年前的歇庙内 拥有不同的雷本源的 道魔宗宗主 不惜一切代价 全力散开雷霆之地 融入王林体内 更是吞下了两颗雷底珠 以这种种的一切为积累 方使得王林体内的雷霆本源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凝聚出了真身 成为了雷霆本源之体 此雷霆真身 存在意志 只不过这意志 大都是属于王林 是他的意志在内 就连王林自己也从未料到 他无意中的一次举动 竟然使得这雷霆本源真身 出现了今天的变化 杀戮本源 是特殊本源的一种 此本源之力 本是无形 它是无边无际的杀戮组成 且并非胡乱去杀 而是带着某种信念 去完成滔天杀戮后 方可形成的特殊本源之一 这种杀戮本源 蕴含了无法形容的杀气 这种杀气 足以改变天地运转 超出寻常本源不少 威力极其强悍 当年清水一道杀戮本源 就可以奋战修为 比之高深者 由此可见一般 这杀戮本源 在王林身上 使用的时候并不多 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成为其气势的辅助品 但如今 在荣若雷霆本源真身的杀 却是骤然改变 这种改变 不但是王林想象不到 这天地间 无数万年来 罕见这样的事情 雷杀戮的融合 形成了杀戮之雷 此雷 凌驾于九天之上 毁灭众生一般 最重要的是 这样的杀戮之雷 拥有使命 从它出现到结束 这一生的时间 就是其使命完成的过程 古老的传说中 有天一怒 以雷灭似的传闻 传闻中 雷最早的时候 就是惩罚众生 毁灭一切生灵的作用 没有在灭似之时 才会出现这样的杀戮之雷 王林的雷霆真身 与这杀戮本源融合后 因杀戮本源存在的根源 绣信念的杀戮 融合之中 无形的改变这雷霆 使得融合中 赫然诞生了一道 本不该出现 以或者说 根本就不可能被修饰掌握的 天怒杀戮雷 王林呆呆地望着身前 雷霆本源真身 这真身四周 若眼看不到一丝一毫的雷霆闪电 但在他的神史中 却是清晰地感受到 在这真身的体内体外 有一道极为可怕的雷霆之力 在缓缓地运转 这一道雷霆 拥有让王林头皮发麻的力量 一旦脱离了真身的牵引 扩散开来 其威力将会惊天灭世 深深地咽下一口唾沫 王林倒吸口气 他隐隐猜到了 自己这无意的举动 似凝聚出了一道 极为恐怖的雷霆 这雷霆一旦散开 就连他自身 也会被毁灭 这种感觉极为强烈 强烈到让王林有种 立刻停止融合的冲动 他有种心急之意 似着雷霆 他就不该出现在这天地间 抑或着说 还远远没有到他出现的时候 雷霆环绕真身四周 缓缓地转动间 似着雷霆在融合中 出现了不稳的迹象 更是散出了一丝气息 沙间就从这些庙内扩散 直接笼罩整个绿魔舟 绿魔舟呢 所有生灵均都心神遗产 有了一种仿若要毁灭的错觉 只不过这一丝气息 刚刚散出绿魔舟 就立刻消失 一切都是沙间发生 快到无法想象 更没有引起任何一个大天尊的注意 一旦此雷爆开 这绿魔舟 王林很少有恐怖的时候 但这一次 他却是被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 这一道雷霆恐怖了 就在这沙路雷霆不稳的刹那 王林的雷霆本源真身 与禁止本源开始了融合 禁止本源是法则是规则 在融合中 似化作了一层大网 笼罩在了雷霆本源真身上 雷霆有规则有法则 但这规则与法则 却是天地富裕 但此刻 因着雷霆真身内 拥有王林的意志 再加上这禁止本源的存在 使得王林的这具雷霆真身 昭然间 再没有了任何天地的笼罩 而是彻彻底底的 改变了 这种改变的结果 便是这雷霆 拥有了属于王林的规则与法则 与杀戮之雷 似中和一般 将其完美地限制在了这真身内 慢慢地不稳的迹象 也有了缓和 这短短的时间内 王林额头已然泌出了汗水 他看着身前的这本源真身 如同做梦一般 分身的样子 与之前没有丝毫的变化 平静地站在里 但在王林看去 却是翻天覆地一般 包裹着在这真身体内最深处 一道面是杀戮雷霆 或者并非是毁灭一周 王林盯着自己的本源真身 沉默下来 在他的沉默中 随着这具真身的融合 他的身体内 已经达到了空旋中气的修为 自行运转 轰然爆发出来 形成了一股风暴 弥漫在他的身体外 化作漩涡急速转动 每一次的转动 王林的修为气息 都会大量地攀升 不但吸涉四周的天地之力 更是吸收其体内积累的 本属于绿魔蝎的力量 在这股力量 作为养分的情况下 王林白发如狂风 吹过飘动间 集体内发出轰轰巨响 沉思的双目内 光芒万丈而起 修为不断地攀升 攀升再攀升 直至达到了巅峰后 集心神内传来轰鸣巨响 他的修为 莫然间从空旋中气 直接冲开 进入到了空旋后期的境界 空旋后期 王林双目的沉思 在这一刻消散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片果断的尖底 这种心惊 小部分是来自于这雷霆本身 但绝大部分 却是因子雷的出现 繁衍出的一些变化 这种变化 没有任何人可以感应到 即便是大天尊也不行 唯有王林 因此雷是他创造 因此雷霆本源 拥有他的意志与法则 不再去思考此事 王林的目光 在其修为达到了空旋后期 看下了最后的三道须知本源 生死 因果 真假 这三道须知本源 一旦融合为一体 在王林九道本源顿时乘三 其修为将会再次暴增 从这空旋后期 直接冲到空旋圆满 去经历九次玄节 一旦他突破了九次玄节 便可以踏入大尊之列 成为空节修士 以他的战力 若修为到了空节初期 则足占空节大圆满 甚至可以成为这天地间 大天尊相 第一人 亦或者说 成为半个大天尊 这样的修为 这样的实力 足以让他在这仙刚大陆内 再无任何地方不可去 再无任何人可以随意算计柔名 因为他王林 将是这仙刚大陆 地势墙 在王林于这绿摩州谢庙内 九道本源三三归一之二后 争望着剩下的三道须之本源时 在这绿摩州外 在这整个东州外 在这整个仙族外 在这仙刚大陆外 若把这仙刚大陆 比喻成是天 则天外 还有一片如星空般的虚无 这片虚无中 距离仙刚大陆 极为遥远的地方 有一片虚无的大陆 这一片大陆 无法与仙刚比较 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大小 其上没有任何生命的痕迹 一片死寂 在死寂中 可以看到大陆上 弥漫了一处处死亡的废墟 仿若很多年前 这里曾有大量的生灵 但却一节之中 全部死亡 在这片大陆的正中央 有一座极为旁博的废墟城 其内树立着一个巨大的雕像 这雕像是一个女子 但此刻却是坍塌了大半 只剩下了半截身子 在其上盘膝坐着一个中年男子 这男子相貌寻常 但却有一头触目惊心的长发 其长发垂下 赫然又近百丈之长 顺着坍塌了大半的雕像 一直垂着 就在亡灵雷霆本源 真身与杀戮本源融合后 诞生了杀戮面世之雷的一瞬间 这中年男子 似从无数万年的沉睡中 慢慢地睁开了双眼 其双目内没有瞳孔 只有一片死寂的虚无 他抬起头望着远处 双目内渐渐有了金光一闪而过 我提前了一辆解锁性 中年男子看着远处 许久之后 喃喃自语 伴想他低下头 目光从这片废墟扫过 散开了神石 其神石之强 在刚一散开地杀 顿时笼罩了 这整个废墟大陆的每一寸土地 他隐隐记得 在很久很久之前 自己来到了这里 将这里全部毁灭 杀死了所有生灵后 吸收此地死气 沉浸在闭关之中 按照他的计算 他应该是在五亮节后苏醒 但此刻 却是提前了一亮节的时间 使那里的方向 传来了深入我灵魂的悸动 使得我提前苏醒 使同类的气息 莫非有同类 诞生不成 这男子沉默 他悠久的记忆中 隐隐私对个 传来着气息的方向 有一些模糊的思绪 那里应该是守护者一脉所在 这中年男子思索了片刻后 缓缓地站起身子 在其其身地杀 他的身上立刻有一片幽光闪烁 化作了一件黑色的长袍 长袍笼罩了其面孔 只有惊人的长发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穿透了长袍 深深地垂下 他身子一晃 向着天空走去 在他的身体外 真的有一条黑龙虚影 缭绕而出 仿佛这男子化作了一条 惊天黑龙 直奔天空尽头呼啸而去 他前行的方向 正是距离这里极为遥远的 仙刚大陆 以他的速度 去往仙刚大陆 也许数百年之久 这黑龙男子暂且不提 在仙刚大陆仙族绿魔周内 些妙深处 王林望着身前三道徐本源 双手抬起掐绝之下 向前默然一指 这一指之中 三道徐之本源 立刻相互凝聚在一起 缓缓地融合起来 这三道本源 并非是王林凭外力获得 而是从其体内 从其意境中自行诞生 三道本源 于第一次化繁中诞生萌芽 于第二次化繁凝聚 在第三次化繁中达成 生死 因果 真假 相互对应 相互变化 在王林的面前 慢慢地融合着 在生死中 王林看到了朱雀星 看到了大牛三代人 在因果中 王林看到了柳梅 看到了王平 看到了自己身为父亲的姨木 在真假中 他看到了苏道 看到了六十年的遗梦 看到了许多熟悉的事情与面孔 这三道虚之本源 对王林来说 已然不是本源 而是他的一生坎坷命于 一生逆天之行 我以生死意境离凡 以因果意境明道 以真假意境感悟 生死中 我迷茫思绪出现了因果 在因果内 不断地印证我的道 最终化作真假 在真假中 找出道之所在 这生死之后是因果 因果之后是真假 真假之后 便是入道 三种虚本源的融合 不难 他们因我而生 因我而宁 因我容为道 王林喃喃中 右手抬起在身前一挥 这一挥间 立刻骑身前三种虚本源 立刻骤人快速旋软起来 彼此大量地融合 在这融合中 王林正正地望着本源 他在里面 看到了从出生的一刻 直至如今 自己的一生 他看到了自己跪拜在父母坟前 泪流嘶吼的一幕 他看到了自己 抱着李沐婉的身体 仰天怒吼中 李沐婉的眼角 在壁上的伤 流下的眼泪 落在了地面上 他一息似 看到了又一年后 眼泪落下的大地上 开出了一朵梦的花 他看到了 在得知柳梅游子后 看着怨气冲天的孩子 他心思质痛喷出的 一口鲜血 他看到了李倩梅 在自己所化石像上 十年的邪魔之类 还有事后 陌生人的一个个 你可知道 我的一生 王林轻叹他的容颜 似在这三种 虚知本源的融合中 有了沧桑 时间流逝 在王林这目不转睛 数着自己的记忆中 三道虚本源 无声五息间 完全地融合在了一起 三道本源的融合 皈翼之后 形成了一缕 充满了王林记忆的丝线 组成了一个环形 飘向王林 印在了他的额头 在这环形烙印的沙 王林眼中的追忆照然消散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片金光 在这金光中 王林体内的修为气息 再次暴增起来 他的修为 如今已然到了空泉后期 此刻暴增之下 他体内积累的 属于绿魔蟹的天地之力 被他全部吸收殆尽 甚至就连绿魔蟹分魂 夺舍失败后 被王林吞噬的大半魂体 也在这一刻 疯狂地被王林暴增的元神 急速吸收起来 但仅仅是这哪些 还是不够 这那些天地之力 也仅仅只能让王林的修为 在这轰然攀升中 无限地接近空拳圆满 但却无法突破 无法去迈入玄节之境 去面对九次玄节降临 他还需要更多的天地之力 双目金光一闪 王林不假思索 睁开口猛地一息 这一息之下 这巨大的歇妙内外 天地之力轰然涌入而来 就连外围的雾气 也都被牵扯 化作了巨大的漩涡 形成了天地意向 在这绿魔洲内 不断地凝聚出来 这种变化 顿时引起了此刻绿魔洲上 所有存在知秀的注意 绿魔洲与天牛洲的交战 如今依然到了尾声 在死亡了大量的修饰后 如今在绿魔洲存在的修饰 已然不多 但这不多的修饰中 却是绝大部分 都是修为高深之人 尤其是盗魔宗 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 虽说死亡了不少宗门弟子 但依旧还是有近三成门人留下 不过盗魔宗宗主 却是在一百多年前 就选择了闭关 这一百多年始终没有外出 此刻绿魔洲中心的绿魔歇妙 出现这样的变化 使得绿魔洲上各个宗派内 都有修饰隐隐感受 凡是能感受到之人 大都或知晓 或听说过绿魔复活的传闻 此刻只见这绿魔洲各个位置 有十多道长虹呼啸而起 直奔绿魔庙而去 到魔宗里 也有两道长虹飞出 赶往绿魔庙 去见证绿魔些复活的一幕 绿魔歇妙四周的天地意向 存在了数月的时间 这数月内 大量的天地之力 疯狂地向你涌去 凡是来到这四周的绿魔洲修饰 不敢靠近 而是在观察中 随着天地一向范围的扩大而后退 如此多的天地之力 在这数月的凝聚中 全部都涌向些妙深处的亡灵体内 被他急速地吸收 修为的气息越加地强大起来 在这数月中不断地攀升 在这数月后的某一天 这股修为的气息轰然爆发 亡灵的身体内立刻有轰鸣回荡 在轰鸣中 他的修为从空旋后期 直接攀升到了空旋巅峰圆满 这股修为的波动 隐藏在卷动的天地之力下 再加上四周的绿魔洲修饰 不敢散开神识观察 生怕影响了绿魔界的复活 自己无法承受绿魔的怒火 故而直至如今 也无人察觉 在亡灵修为攀升到了空旋巅峰的瞬间 亡灵睁开双眼 其目内露出一片可怕的寒芒 右手抬起向前一挥 立刻五行真身一晃 直接融入到他的体内 在这五行真身融合的杀 亡灵体内的修为再次增强数本 紧接着 他右手又是一挥 却见恐怖的雷霆本源真身 脉步一跃 与亡灵的身体骤然重叠 在一声声啪啪雷霆闪电中 融入亡灵体内 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在这雷霆真身归体的瞬间 亡灵全身散发出了惊天的气势 他感受到了自己的强大 此刻的他 即便是不穿天牛魂海 也可以与空节后期一战 这还是没有使用 杀戮雷霆的前提 一旦他不惜一切代价 使用了恐怖的杀戮雷霆 其毁灭之力有多大 亡灵自己都不清楚 雷霆是他无意中创造出来 这股信念无形中改变了他的气质 可以使得所有在看到他之人 没等出手就要心神一振 站起身子 亡灵背着双手 抬头看着上空 他的目光可以穿透着些妙 看到其上的天幕 他的神石散开 稍微一动就可以弥漫着整个些妙 云一风三人已经不在 显然是在之前等的时间太久 不敢继续停留下去 离开了 这不重要了 对于亡灵来说 边云依然如过往云烟一般 他现在要面对的是九次玄节 若我亡灵能一举度过九次玄节 宗满门上下 即便是空节后期修士 也一样形神俱灭 以报如此百年造化之恩 亡灵目中寒光一山 更是透出一股强大的心念之力 望着上空 亡灵再等 等成为大尊的玄节来临 他从未见过玄节 但此刻的亡灵 有足够的信心去站在楼台上 看看一场玄节的沙芳化与美丽 古往近来 有资格面对玄节者 无不胆颤心惊 小心翼翼 即便是大天尊 在没成大天尊的这个时候 也大都如此 能如亡灵这样之人 罕见至极 玄节是空玄与空玄之间的一次蜕变 他与天节不同 他并非执意来为形态降临 而是一种特殊的方式 落在修士身上 形成一次次的崩溃 玄节若渡过博取 则形神俱灭 故而很多空玄修士 对于玄节颇为忌惮 宁可永久地停留在空玄中 也不愿去面对 让人心惊的九次玄节 如当年的蓝梦道尊 便是在空玄巅峰里 停留了很久 始终不曾去踏入玄节之中 一路玄节 如同经历九次生死 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勇气 不是每个人都拥有 绝大部分空节修士 度着玄节往往都是用数千年 甚至更久去一次次慢慢度过 他们没有把握 可以一次性去连续度过九次 故而每当自己感觉不妙之时 就会强行断开 不去玄玄节的造化 玄节是节 但同样也是造化 连续不断度过三次 元神可以暴增一倍 连续不断度过六次 可以暴增两倍 若是能连续度过九次 则元神可以增加数倍 至于具体是多少 因能做到这一点者 古往今来 只有两人 这两人全部都在日后成为了大天尊 他们不说 无人知晓 只不过这里的艰难与凶险 由此可见一般 传闻中这两个大天尊 在当年度过这九次玄节后 纷纷重伤 闭关了很久 即便是寻常修士 若能连续度过六次玄节 也可以立刻成为 空节初期中的强者 抛却法宝不说 可以与空节中期巅峰一战 不落下风 只不过这样的造化 古往今来还有人可以获得 连续度过九次 和用数千年累积度过九次 完全不一样 且这玄节很是奇异 外人无法帮助 全靠自己 如度精 尽管已经度过了数次 但却是分开去度 且越来越艰难 很有可能一生止步 但也不是没有希望 毕竟他有一定的时间去准备 虽说这个时间不多 但总比一次性连续度过 要容易不少 只是越到后面 越是生死的考验 却是如同噩梦 让人恐惧 且一旦踏入玄节中 时间到了后 即便是你不想去躲 玄节也会在想象不到的时间 突然降临 成为死亡的召唤 在仙纲大路上 有人大致计算过 并非准确 但却有一定的代表 第一次玄节 有一成死亡的机会 随之增加后 第九次玄节 有九成死亡的可能 连续推演下来 九次之中 能一次次全部度过者 除了修为的强悍外 运气也占据了一定的程度 亡灵站在蝎子建筑的深处 神色平静 脚步向前一步迈去 其身影一晃间 离开了此地 出现在了蝎子庙宇之上 他在蝎子建筑弯起 指天的蝎尾部 一头白发飘动 使得亡灵此刻的身影 透出一股似要随风而去的飘逸 他望着天空 等待玄节的到来 玄节 会是什么样的方式到来 我很期待 亡灵双眼露出明亮之盲 他如今有这个自信 去面对一切玄节 他体内修为运转 其速越来越快 使得其身上散发出 空旋圆满巅峰的气息 这股气息不断的凝聚中 从亡灵身体内漠然轰出 化作一股环绕于他四周的风暴 直奔天空而去 在沙间 就与天空四连剑一样 形成了一道惊天风暴 这风暴出现的沙 顿时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这股压力轰鸣间 以亡灵为中心 向这四周横扫而去 转眼之下 就笼罩了方圆数百里 且还在疯狂的扩散 这数百里内 一切生灵 全部都要在这威压下后腿 不被允许迈入其中半步 这就是玄节 一旦有修饰驱动 则四周不会出现任何人 无法帮助 截着威压的扩散 还在继续 转眼之间 就笼罩四周方圆数千里 更是接近了些妙边缘远处 前来观乐魔复活的 十多个绿魔舟修饰 这那些修饰此刻 一个个神色变化 齐齐后腿 这种天地变化 他们甚至不需神识去看 就可以清晰地察觉到 这是有人在渡玄节 玄节 这里怎么可能会出现玄节威压 莫非是绿魔大人复活后 修为跌落 古文要重新经历 玄节恢复 绿魔大人 当年能被先祖亲自镇压 修为定然极为强悍 只不过被镇压了太久 修为或许真的跌落了不少 十多个后腿的绿魔舟修饰 一个个神色露出沉思 后腿避开威压 凝神看去 只不过他们的神识 在这威压中无法进入太深 看不到其内究竟 在这威压扩散数千里的同时 中心地带 歇妙尾部上 亡灵从容地站在里 看着天空 他看到了这整个天空 突然出现了一片片雪花 这雪花白色 从天空飘然而落 很快就遮盖了天 形成了一片分灵之翼 悠悠而下间 弥漫了四周 亡灵看去 这雪花越来越多 很快就占据了整个天地 成为这数千里内 唯一飘动之物 落下中 一片寒气扩散 笼罩四周间 雪花大量地落在地上 盖满了一层 在这雪出现的沙 这数千里外的绿魔舟 十多个修士 纷纷双眼露出金光 他们感受到了一丝寒意 肉眼看到了数千里内 飘散的雪花 这玄节第一节 竟然是雪节 此节并不多见 玄节九次 前三次为外节 中三次为内节 最后三次为魂节 且看看绿魔大人 如何去度这个雪节 亡灵看着雪花 神色如常 看一场风雪降 雪花越来越密集 降临终 使得这里的寒气 也更深了起来 没过多久 突然这天地间的雪 默然齐齐一顿 如同时间被静止了一样 凝固在了这天地之内 树枝不尽的雪花 在这一瞬间 仿若化作了一片片 锋利至极的雪刃 从四面八方 在阵阵突然出现的呼啸中 赫然齐齐直奔亡灵而来 雪刀骤然临近 这就是第一节嘛 亡灵摇头 眼中露出失望 右手抬起 五行真身默然一散 在其身体又重叠蓄影的瞬间 从亡灵身体内一步走出 在五行真身走出的一刻 亡灵索性坐在了 巨大的歇尾上 白发垂下 右手一翻肩 手中多出了一个酒壶 酒壶是他从天牛舟带来 其内装着凡间的烈酒 放在嘴边 喝下了一大口 他的身影透出一股萧瑟 坐在那里 白发中喝着烈酒 其样子隐隐地与距离仙刚大落 几位遥远的一片废墟中 曾坐在半截石像上的黑衣男子 有了相似之处 孤独 萧瑟 还有冷漠 五行真身一出 全身立刻散出滔天火海 火海轰然爆发 从五行真身内疯狂地扩散出来 形成了99条炎龙 这99条炎龙 咆哮而起 向着四周急速冲去 与来临的无数雪花 在瞬息间碰触 一时之间 热浪滔天 轰鸣不断 雪花尽管风力 尽管寒气逼人 但在亡灵的五行真身下 依旧还是不行 大量的白气 随着雪花的融化扩散 转眼间就弥漫了四周 99条炎龙在冲出中 所有雪花全部融合的杀 这99条炎龙赫然凝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条万丈火龙 带着火海带着热浪 这条火龙直奔天空而去 轰然间 其身影如同一般利剑 冲入天幕内 焚烧了天空 在这焚烧中 这玄节低节的雪节 直接崩溃 太弱了 王宁喝下一口酒 摇头难难 天空燃烧中 突然剧烈的晃动起来 似有狂风呼啸 发出乌夜之声中 却见天空上 突然出现了九道惊天风暴 九道飓风呼啸间 在天空横扫 使得火海不断的扩散 使得天空刹那中 只剩下了九道飓风 一股极为强大的天地之力 从这九道飓风内散出 风中的乌夜 如同天怒一般 成为了这数千里内 唯一的声音 这乌夜的声音回荡中 却见九道飓风 从天空直奔亡灵而来 带着一股疯狂的撕扯之力 似要把亡灵卷入旗内 将其身体生生的撕裂开来 刹那中 第一道飓风临近 五星真身没有动 冷冷地站在亡灵身后 看着飓风在乌夜下 直奔此地 于瞬间 笼罩了亡灵的身体 风包裹了亡灵 疯狂的转动 引起了大量的撕扯之力 卷着亡灵身体 散发出天地轰鸣之音 但在风中 亡灵坐在些围上 依旧是喝着酒 起衣衫吹倒 白发飘舞 但其神色 却是丝毫不变 他喝着酒 一口一口中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直至第九道飓风 轰轰而来 一一融入亡灵身体外 当九道飓风 全部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 包裹了大半个歇妙 与天地连接的风暴的一杀 亡灵这才抬起头 还是太弱 亡灵竟然想一次性 度过九次玄节 根据之前的规律 一次性度过六次 可占空节中期 一次性度过就此 自然就是可占空节后期了 但实际上 在空节后期之上 还存在三个小经纪 是仙刚大陆空节后期修饰 根据不同空节后期的战斗力 强热自行划分出来的 分别是 金尊 天尊和月天尊 亡灵明阳仙刚大陆的时候 被仙皇封为白发月天尊 那么 亡灵能否成功度过九次玄节呢 后续剧情大家可以点击关注 就能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